哥哥为了保护他的女朋友而死 可他刚死 那女人就扑进了害死他的人怀里 五年后 听说那女人有钱有权 现在最喜欢的就是年轻男人 刚好我现在年轻又帅气 前嫂子 你喜欢我吗 专为康书夏一个人而开的工作室招聘助理 事实上 招聘的到底是什么 明眼人都清楚 三层面试 最后一层是康书夏亲自来 见到我时 他似乎有些正愣 无懈可击的面容难得有一丝错愕 你叫什么 樊子杨 康书夏点了点头 他似乎松了口气 毕竟樊子杨这个名字 和他的前男友梁绪文看着关系不大 哪怕我和梁绪文长得有几分相似 但是应该也是巧合 康书夏挥了挥手 我乖巧地走出了门 很快他的秘书走了出来 递给了我一个信封 打开后 里面是一个房卡 王秘书的表情十分耐人寻味 年轻人 好好表现 我但笑不语 这一次应该是 三我通过面试了 晚上八点 我如约来到了酒店房间 可房中却空无一人 发现了正对床的隐秘处 有一个正在运行的针孔摄像头 我只当没有发现 毕竟不出所料 这个房间肯定不止这一个 酒店昏黄的灯光平天暧昧 洁白的大床上 甚至撒上了玫瑰花 床头柜上醒目地摆放着安全桃 一般酒店可不会这么布置 一定是有人提前说了什么 可一直到凌晨 康书夏都没有出现 我知道 他应该是不会来了 我不知道 是我哪里漏了线 还是他有了别的选择 可我不认为 会有别人比我更讨他的喜欢 毕竟我像极了梁绪文 那个为了康书夏而死的男人 那是他年少时曾经得到 却因为他的自私自利 而又失去了 死后一生再也没有办法弥补的人 是他终其一生的遗憾 而康书夏先前的几人助理 多多少少都有几分像梁绪文 就是因为知道这一点 我才敢堂而皇之地来到他的面前 我赌没有人比我更像梁绪文 并且我像得不仅是脸 而是各个地方 我甚至熟知他们二人的过往 这一夜 康书夏没有出现 我虽然心中好奇 但却也没有表露出什么特别的 只是确认他真的不会来了以后 脱衣上床 正对着床边的那个摄像头 露出的腹肌和肩背 恰到好处 不是刻意 却已经足够吸引康书夏的视线 就好像是我对这一夜 根本没有期待 我只是来到这个酒店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大清早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先前让我好好表现的王秘书 他笑着告诉我 我已经通过了康书夏公司的面试 明天就可以去上班了 我突然明白 原来昨天晚上 康书夏根本就不会出现 那只是一场试探 毕竟人家现在有钱有权 走到这一步也是不易 要多提防一些居心叵测的人 在见到康书夏时 他的态度比先前好了不少 至少没有全然将我漠视 只是看着我这一身打扮 康书夏皱起了眉头 他挥了挥手 秘书将我带了出去 接下来 我收到了全方位360度的改造 我先前的风格很普通 就像一个刚出学校的大学生一样 却偏偏刻意想要装成熟 西装穿在我的身上 不仅不合我的气质 甚至由于买的是便宜货 还不合身 这副样子当然不讨喜 却能让我显得更加真实 五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哥哥时 他就是这副打扮 那时他刚刚大学毕业 奔波在找工作的路上 穿着不怎么合适的西装 不停地对人点头哈腰 他以为他很快就会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从此过上好日子 不求大富大贵 但求平平淡淡 给自己以及在意的家人 一份安宁的日子 谁能想到 就在他毕业三个月以后 他竟然横死街头 家是普通刚出社会的大学生 大多都是 我现在这样的打扮 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只是这样的打扮 对于康叔夏来说 或许会刺痛他吧 又或许是他想更好的 按照他的心意装扮我 总之在出来时 我看着年轻了好几岁 不像是已经23岁的人 反而像是18、9岁的少年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年轻的脸 简单却极有质感的白衬衫 恍惚之中 我好像看到了另外一个人 那时我才刚上初中 喜欢缠着他给我讲题 或者是陪我打游戏 刚上大学的他对生活充满自信 那个时候他刚刚谈了恋爱 整日都是笑模样 我对着镜子扯出了一个笑容 像是在看一个 已经许久不见的故人 果然康叔夏对于我这副打扮 很是满意 负责招待我的总监眉开眼笑 想来康叔夏出手很是大方 康叔夏将我带回了他家 富丽堂皇的房子里面 却空荡荡的 不像是有人久住的地方 康叔夏对我笑了笑 你以后就住在这里 康叔夏说完转身就走 毫不犹豫 我皱起眉头 本能向前一步 康叔夏停住脚步 转头来看我 有什么问题吗 我摇摇头 请问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你的工作内容 就是在这里等着我回来 康叔夏快速离开 似乎不愿意再多看我一眼 我乖乖地坐在沙发上发着呆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客厅不同方位 有五个摄像头 那其他地方呢 有没有 又有多少 这又是什么 又是康叔夏的新一轮试探吗 而一个正常人 一个不带任何目的的人 应该怎么做 不 不会有人不带目的 我是来工作的 我是来赚钱的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钱 那我要做的就是听话 既然老板说了 我唯一的工作内容 就是在这里等着他回来 那我就听话 我打开电脑 下了几部电影 开始了漫无目的地打发时间 电影看得无聊了 我又开始打游戏 打游戏打得无聊了 我又开始看小说 我甚至还给好友打了电话 告诉他 我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工作内容就是随心所欲地玩 好友说我胡说八道 哪有这样的好工作 我去告诉他 撞了大运 还推荐他也去试试 如此逍遥自在的日子过了一周 我仿佛真的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大学生一样 其实梁旭文也是这样 他一直是好学生 是那个传说之中别人家的孩子 总是会有邻居让他们家的孩子 跟哥哥学习 可是只有我 只有我知道 哥哥也没有那么爱学习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 高考完之后 那个暑假 哥哥在家里打了两个月的游戏 他说 要把他从前没有玩过的通通补回来 而康书夏应该也很熟悉 哥哥私下里是什么样子吧 康书夏并没有限制我的自由 我却也懒得出门 一日三餐都有专人来送 可以自选是要新鲜的食材 还是要做好的饭 这种日子过得太逍遥了 但我清楚地知道 我是来干什么的 康书夏在我住进来的第十天 来到了这里 依旧是那副平淡至极的模样 可我却觉得 今天的他 有些不一样 或许这是因为 他已经消除了对我的试探了吧 康书夏走到我的面前 认真地看着我 樊紫阳 你知不知道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听你的 你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嘿嘿一笑 这十天我听话吧 康书夏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我不得不承认 他是美的 否则也不会让人生起 强取豪夺的心思 也不会让某人 宁愿背上人命 也要得到他 而他此时这样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有些害羞 微微低下了头 不敢再看他 康书夏突然笑了笑 去洗澡吧 这话像是一个隐秘的暗示 我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朵根 康书夏挑了挑眉 似乎有些诧异 怎么这么容易害羞 我没有害羞 我哽着脖子 同手同脚地向着浴室走去 我隐约听见身后康书夏 似乎是笑了一下 正常人洗澡大概多久 总之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吧 可我却是在浴室里 磨蹭了一个多小时 我再读 等康书夏彻底没有耐心的时候 果然没过多久 康书夏伸手推开了浴室的门 我似乎被吓了一跳 急忙往身下舞 我眼睛乱瞟 就是不敢看康书夏 却见他叹了口气 出来吧 我这下不敢再磨蹭 等我乖巧走出去的时候 就见康书夏已经坐在了床边 他今天穿着洁白的长裙 看着圣洁又美丽 我在他的注视之下 一步步地走进他的身边 其实我是见过 康书夏身上这件裙子的 在五年前的一张合照里面 哥哥将他搂在怀里 康书夏看着很害羞 那是他们刚刚大学毕业 刚刚参加完毕业典礼 康书夏不知道 这件裙子还是我陪着哥哥去挑的 是哥哥花了自己的全部奖学金 给他买的毕业礼物 时隔多年 我倒是没有想到 康书夏居然还留着这件裙子 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和每个助理 共赌凉宵时都会穿的 毕竟哥哥到死时 还没来得及碰他一下 我先前在浴室里磨磨蹭蹭 为的就是彻底打消康书夏的疑心 毕竟 如果我是一个图谋不轨的人 那应该会匆匆洗完去找他才是 而我所要扮演的 就是一个懵懂无知 我一直以为康书夏真的招聘的是助理 发现了真相以后 又因为给的待遇实在是好 加上康书夏的美貌 而选择装傻接受的 除了吃喝玩乐 狗屁不会的废物 我像安纯一样的 坐在康书夏的身边 就是不敢去碰他 康书夏吃笑一声 没交过女朋友啊 没有 我低下了头 脸红的快要烧着了 耳朵一阵阵的发烫 康书夏伸手摸上了我的耳朵 他似乎有些好奇 怎么这么容易脸红啊 天 天生的 我这样说着 不知道康书夏 有没有想起另外一个人 那个真正爱脸红的人 梁绪文的脸红是真的 他是真的会害羞会脸红 可是我不一样 我是故意装的 你好像一个人 这是康书夏伸手搂住我 时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浑身僵硬 像个木头一样 这种僵硬 一半是因为 我在扮演什么都不会的菜鸟新手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恶心 我只要一想到梁绪文那个蠢货 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女人而没了命 我就恨得牙痒痒的 我恨不得挖出梁绪文的骨灰 好好地问一问 她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这样的一个女人 有什么好的 有什么值得她为之付出生命 五年前 我正在上高三 突然得知梁绪文死了 我还以为谁在跟我开玩笑 等我看到梁绪文的遗体时 我才知道 这一切都是真的 可是那些人只是告诉我梁绪文死了 我的哥哥死了 却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他是为什么而死 从那时起 我开始踏上复仇之路 这五年 我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挖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 然后走到了康书下面前 原来 哥哥和康书夏相恋了四年 他们本来打算大学毕业就结婚的 可是康书夏上班以后 被一个大佬看上了 那人对康书夏强取豪夺 甚至强奸了他 哥哥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他崩溃至极 想要保护康书夏 可是却被那人的打手 活生生打死了 而康书夏在目睹了哥哥的死之后 突然不再抗争 反而决定留在那个大佬跟前 而在之后 我所听到的版本里面 康书夏 其实早就愿意跟着那位大佬了 可是轻易得来的 总不会被珍惜 所以康书夏才浅浅地 拒绝了那位大佬几次 甚至哥哥的死 也是康书夏故意导致的 也正是因为哥哥的死 让他成为了那位大佬身边 待得最久的女人 哪怕现在那位大佬 有了新的情人 可是康书夏 仍然有着不低的地位 他甚至可以随意地选择助理 这就是因为 他和那位大佬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 简单的包养关系 而是有了更深层次的利益牵扯 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很想问一下康书夏 这些年午夜梦回时 你有过良心不安吗 可是他应该不会的吧 或许康书夏曾经也曾动过 和哥哥在一起一辈子的心思 毕竟大学时期的他们 真的相爱过 可是当面对诱惑 面对普通人 一辈子也得不到的钱和权时 康书夏选择了妥协 人性如此 可我不会原谅 他越是在意什么 我就越是要将什么抢走 第二天我醒来时 康书夏已经起床了 他坐在飘窗上 整个人瘦弱的 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 我迷迷糊糊地从床上坐起 见到这样的康书夏 我刷一下红了脸 康书夏轻笑一声 他走到我的身边 拍了拍我的脸 你怎么这么容易脸红 害羞啊 我将自己缩进被子里 像是一个安纯 康书夏见状 笑容更加明媚 他同哥哥一样 大我五岁 可是时间好像在他的身上停滞了一样 我有些不敢看他 低着头听他明媚的笑声 很快有人搬进来了几个大箱子 都是康书夏的行李 康书夏坦然地吩咐 我将这些东西归纳了 他说他要住在这里 我自然是满口答应 开心得不得了 为了庆祝康书夏住在这里 晚上我甚至用自己不怎么好的厨艺 做了几道菜 简单的家常菜 只是西红柿炒蛋盐放多了 红烧肉没煮熟 唯一的汤吧 清汤管水 像涮锅水一样 这些摆在桌子上时 我愧疚得恨不得扇自己两巴掌 在看向康书夏时 我脸红的几乎要滴血 康书夏凑了过来 似乎很好奇 我都做了什么好吃的 我急忙挡在餐桌前 我们 我们出去吃吧 见我这副模样 康书夏似乎更加有兴趣了 但很快他的笑容将在了脸上 原因无他 我做的这几道菜 康书夏五年前曾经见过 虽然这都是简单的家常菜 可这一幕 对于康书夏而言太熟悉了 五年前他和哥哥刚刚毕业 在校外租房子时 哥哥给他做的第一顿饭 就是这些 当时哥哥拍了照片发给我看 他告诉我他不会做饭 丢人现眼了 是的 虽然哥哥无所不能 但做饭这样高难度的事情 他是不怎么会的 唯一会的也就是下个面条 我当时还狠狠地嘲笑了一下他 那时我已经在苦练厨艺了 我想着 哥哥再回家时 我就可以做饭给他吃 可是没想到 哥哥再也没有机会 吃到我做的饭 我心中酸涩 急忙低下了头 生怕康书夏看出什么 怎么做这几道菜 康书夏的声音有些发冷 我像是做错了事情的小孩一样 很是慌张 王秘书告诉我 你喜欢吃这些的 我的确和王秘书打听过 康书夏的喜好 作为康书夏身边的新宠 讨好一下 他也不是什么不可以做的事情 甚至因为我的懂事 王秘书还夸了我呢 所以 现在面对康书夏的质问我 自然是不慌 只是我也没有想到 当年哥哥做失败的那几道菜 居然会是之后 这几年 康书夏最喜欢吃的菜 按道理 他应该是山珍海味 吃遍吃厌的 谁能想到 康书夏似乎是打消了怀疑 他笑了笑 不会做饭 就不要强求 我只是想做给你吃 我会学的 我急忙说道 我知道我很没用 也不能给你别的什么 我只是想尽我最大的可能 让你吃得开心一些 可是我太笨了 不过我一定会好好练习的 你放心 下一次 下一次一定不会这样了 我慌张的解释 像是被吓坏了 康书夏叹了口气 走到我面前 将那几道菜一样尝了一口 我当然知道味道不好 这玩意 看着 就像有毒似的 康书夏却面不改色地咽了下去 吃完它 久久没有说话 我知道它是在怀念那个人了 它看着真的好深情啊 一见对当年的它而言 有些昂贵 对现在的它来说 便宜的不得了的白裙子 留了五年 几道家常的 甚至有些难吃的菜 它也能轻松咽下去 同那人相像的人 找了一个又一个 可它这到底是深情还是背叛 谁知道呢 或许一开始被大佬看上的时候 康书夏很无辜 那时的他生杀大权 掌握在旁人的手里 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 可是后来 他不应该无动于衷地 看着哥哥被人害死 他更不应该一边勾引那位大佬 一边吊着哥哥 更不应该在那天 他已经决定了 要和大佬翻云覆雨的时候 还给哥哥打电话 让哥哥去找他 让哥哥撞破这一切 从而没了命 之后他所做的一切 开始深情的怀念 其实都是侮辱 对哥哥的侮辱 对他们曾经情义的侮辱 我以为康书夏尝完这几道菜 就会跟我一起出去吃好吃的 吃符合他身份 符合他口味 符合他牺牲一切 也要换来的好日子 可他却走到我的身边 伸手搂住了我的腰 我瞬间停住了呼吸 浑身僵硬地看着他 却见他轻松地解掉 我身上的围裙 然后围在自己的身上 进了厨房 你干什么 我的声音有些抖 这次是真的 这女人她要干嘛 康书夏却是无所谓地笑了笑 做饭呀 你这么笨 做饭都不会 让我来 我没有想到康书夏会做饭 我也没有想到 他会给我做饭 康书夏动作干脆利落 很快几道色香味俱全的菜 摆上了桌 油闷大虾 红烧排骨 呛炒油卖菜 康书夏凑近我 声音低沉 探寻的眼神落在我的身上 你喜欢吃这几道菜吗 喜欢 我几乎要脱口而出 可很快 等于我住了嘴 我不能喜欢这几道菜 因为喜欢这几道菜的人 是梁绪文 是哥哥 我和他口味相似 这几道菜我也喜欢 可如果这样的话 那不是太巧合了吗 你做的我都喜欢 我这样说着 可是在吃饭的时候 我全程没有碰那盘排骨 油麦菜也吃得少 只有那盘虾 被我吃了大半 康书夏吃得很少 他靠坐在椅子上 悠悠地望着我 我被他看着 却也不觉得有什么 只是乖乖地吃饭 饭后我和康书夏 坐在沙发上 康书夏认真的问我 你喜欢吃什么 我冲他黑黑笑着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 肉和菜都吃得少 最常吃的就是土豆白菜 也没个什么喜不喜欢 能吃饱就行 后来稍微大一点 却开始挑食 不喜欢吃肉 也不喜欢吃菜 也叫海鲜能多吃几口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 没吃过吧 康书夏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我却还是不敢松口气 我低估康书夏了 他能走到现在这一步 绝对不是吃干饭的 这个女人够聪明 够狠心 她到现在仍然 在不遗余力地试探我 接下来倒是勉强过了 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 只是每晚和康书夏 同床共诊时 我都会感到僵硬和恶心 第一次还能推脱 没有经验 之后 我只能尽全力克制 那份自内心深处 散发出来的恶心 好在康书夏 也不是很热衷于某些事情 更多时间 他只是需要我搂着他 抱着他 我陪在他的身边 如此就够了 发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 我的银行卡到账了五万 看着这个钱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 怪不得有人想要走捷径呢 这可真的是捷径啊 按照目前毕业生的水平来看 这个钱大部分人得赚一年 而我这一个月的时间 就没干什么正经事 前十天每天就是玩 后二十天 除了玩 就是和康书夏在一起 这日子过得可真是 太逍遥自在了 领了钱 我第一时间去了商场 康书夏不在 他白天忙于工作 只有晚上的时候 才会回到和我住的房子里 我像是土包子进城一样 沿着商场的专柜绕了一圈 最终进了一个 看着就很高端大气上 档次的店 指着一个价值 四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的女包 豪气开口 我要她 等到康书夏再回到家时 我兴奋地将那个包 摆在了她的面前 喜欢吗 康书夏眉头紧皱 你把你的工资 都用来买这个了 康书夏好眼力 一眼就看出了 这玩意 用尽了我一个月的工资 我只是冲她笑着 模样娇羞得不得了 我在这里 你包吃包住 我的衣服都是买好的 我也花不了什么钱 再说 我们现在这样 我不就应该对你好吗 我不知道康书夏 在听到我说这话时 有没有想起 从前有一个男生 周末出去发两天的传单 赚一百八十块钱 再加上自己周内 从牙缝里 抠出来的几十块钱 勉强凑一个二三百块钱 在周一晚上 康书夏下课以后 带她出去吃火锅 每周如此 在奖学金到账以后 用尽全部给康书夏 买一件裙子 哪怕她自己身上 穿的都是 十九块九包有的短袖 一穿穿三年 总有人喜欢 和穷人谈感谈钱 和富人谈感情 因为穷人钱最珍贵 富人感情最珍贵 以康书夏 现如今的身价来看 五万的包 实在是太便宜了 便宜的拿不出手 可是这却是我的全部 是我亲近所有 能帮给她的最好的 见康书夏不碰她 我慢慢低下了头 先前那副欢欣的模样 迅速消失 整个人肉眼可见地 低沉起来 你不喜欢呀 我知道你用的 都是很贵的 我攒几个月 再给你买更好的 我拿你的钱 给你买东西 是不是很废物呀 我抬头看康书夏 很快红了眼眶 你会不会很嫌弃我 樊子杨 你知道 我们是什么关系吗 康书夏开口 浑身带着止不住的冷意 我刚要开口 康书夏就打断了我的话 樊子杨 我是你的老板 或者说我是你的金主 我没有再跟你谈恋爱 我给你发工资 你拿去自己用 不要滑在我身上 不要做这种 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不是在谈恋爱 最后一句话 像是吼出来的 可我却敏锐地看到 康书夏的眼睛有些红 噪音在发颤 她转身就走 走得干脆利落 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我却在心里暗暗发笑 看吧 她上钩了 可是面上 我却需要装出 一副委屈至极的表情 我将那个包 小心地放在茶几上 最后 整个人缩在沙发上 抱住了膝盖 或许康书夏 从监控里看到的 我是在哭 在委屈 可是他不知道 我的脸都快要笑烂了 假如是那位大佬 给他买一个五万块钱的包 康书夏只会觉得 他被看清了 可如果这包是我买的 是一个很穷很穷的 小助理买的 那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总有人贪婪至极 喜欢一个人 为自己付出全部 他们将此称之为爱情 康书夏这天晚上没有回来 之后的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一连半个月的时间 康书夏都没有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可是我的卡上 收到了二十万的进账 一大批印记的男装 加上手表 配饰皮鞋 送到了我住的地方 王秘书就差给我收起大拇指了 那副样子似乎在说 好小子 好样子 王秘书悄悄地告诉我 先前跟过康书夏的小助理 也好几个 可是那些人吧 大多都平平无奇 所以差不多一两个月 就要光荣退休了 可我不同 我现在跟在康书夏的身边的时间 只有一个半月 不仅没有光荣退休 反而让康书夏 给我花了这么多钱 王秘书告诉我 以后我每个月的工资是三十万 之后又半个月的时间 康书夏还是没有出现 但工资 却是按时打到了我的卡上 这时候 我手头已经有五十万了 我仍然没有犹豫 跑去商场挑了一个五十万的包 我看不懂那些包包的款式 以我的审美 也未必能够看出哪个好看 哪个不好看 所以我挑的只是价格 我捧着那个花光了 我手头全部存款的包一路跑到了康书夏的工作室 对 是用跑的 因为那个包 刚好花完了我手头全部的钱 连打车的钱都没有给我留下 但这不是刚刚好吗 若不这样 怎么证明 我愿意为了康书夏 付出我全部的真心呢 我将包给了工作室的前台 请他帮忙转交 之后我撒腿就跑 生怕被康书夏看见我一样 从商场到康书夏的工作室不行 只要一个小时 可是从康书夏的工作室 到我住的地方 那可就远了 我坑吃坑吃在路上 一边走一边跑 就这样过去了两个小时 一辆法拉利停在了我的身边 康书夏踩着高跟鞋 气势逼人地走了下来 这时的我一身的汗 T恤贴在身上 脸又红又烫 看着狼狈至极 康书夏看到我这副样子 皱了眉头 你在干什么 我 我散步 强身健体 运动使我快乐 运动健康 康书夏眉头紧皱 却到底没有在大马路上说什么 上车 哦 我乖乖地听话上车 康书夏亲自开车 将我带回了那个所谓的家里 原来步行需要三个小时的路程 开车一会就到了 真快啊 一进门 康书夏抬手一巴掌 甩在了我的脸上 他看着那么愤怒 而他的愤怒 却让我错愕 怎么了 明明被打了 我却看着一点也不生气 反而那么茫然 怎么了 你生气了吗 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你不要生我的气 对不起啊 都是我的错 我跟你道歉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樊子阳 你是个傻子吗 康书夏声音都在颤抖 你在我的身边 不就是要钱吗 我给你钱 你自己拿钱走人就好 你为什么要把你所有的钱 都给我花 我以为我们是在谈恋爱 我低下了头 不敢去看康书夏 你说 我们不是在谈恋爱 可是我觉得 我们就是在谈恋爱 可能你不把我当回事 你觉得我是个没用的废 可我已经把你当成了 我的女朋友 我没钱 我的钱都是你给我的 所以我就想花在你的身上 有什么问题吗 你发给我的工资 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想往哪花就往哪花 你管不着 而且 我喜欢你啊 最后一句话 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样 不仔细听 根本听不着 我还是低着头 没有敢去看康书夏 却见她突然伸手抱住了我 康书夏的头埋在我的胸口 很快湿了一片 你就是个傻子 是啊 是个傻子 梁绪文 你就是一个傻子 你看见了吗 这个女人 她并不是爱你 她只是爱能够为她 付出一切的人 谁都可以 你真的为她付出了一切 包括你自己的命 可是却也并没有换来什么 她甚至不会对你长情 康书夏从这天开始 明显不一样了 第一 她将我第一次送给她的 那个五万的包 随身带了起来 反而是更贵的五十万的那个 被她闲置了 第二 她将我带到了她家 真正意义上的她家 那里有生活气息 像是她这几年 一直在住的地方 第三 康书夏开始允许我 做她的男朋友了 我不再是一个 被她包养的小助理 而是她的男朋友 真正意义上的男朋友 而是到这个时候 我才渐渐地发现 其实有些人 也没有那么难懂 我能看到康书夏 在一天一天地更爱我 当穷人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的时候 爱不爱的 有什么用呢 五年前 康书夏没有资格说爱 或许那个时候她真爱哥哥 可是那个时候 她要选择别的东西 她要选择钱 选择权 选择更加美好的一切 可是现在她什么都有了 她只差爱情 而我在这时候 来到了她的身边 天时地利人和 小半年之后 那天正是我的生日 康书夏早早地吩咐人 订了一个大大的蛋糕 许完愿之后 康书夏拿出了一个戒指盒 她认真地看着我 樊子杨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康书夏的眼神中 全是爱意 丝毫不加以掩饰 我看着她 却突然笑了 这和我平时那种故作天真 装疯卖傻的笑不同 这一次 我的笑容满是嘲讽 我看着她 康书夏 你爱上我了呀 我说这话时语气古怪 可沉浸在爱情之中的康书夏 却根本什么也没有察觉 她只是冲我点了点头 樊子杨 我爱你 你爱我 那梁旭文怎么办 我冲着康书夏笑着 笑得嘲讽 笑得残忍 你不是说 你会爱梁旭文一辈子吗 你不是说 你爱的人 只有她一个吗 她这才死了多久 你怎么就爱上别人了吗 还有你这种爱 又对多少人说过 你爱过多少人 梁旭文地下有灵 若是知道了 你是这么一个放荡下贱 对谁都能说爱的女人 她可能不会原谅你吧 你是谁 你怎么会知道梁旭文 康书夏面色大变 看向我的眼神那么惊恐 这女人一向会伪装 总是喜欢装成那副 什么都不在意 什么都无所谓 什么都伤不了她的模样 她现在怎么这么害怕呢 她这是在怕什么啊 我只觉得可笑至极 事已至此 我很是大度 我愿意告诉她我是谁 我是梁旭文的弟弟 你是来报复我的 你从一开始 就是来报复我的 你都是演的对不对 你对我的那些 好都是演的 事到如今 康书夏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也毫不客气地跟她承认 对 从一开始 我对你的那些好都是演的 难道你不会觉得奇怪吗 怎么你就这么幸运 有了前权之后 又有一个和梁旭文长得那么像的人 出现在你面前 她还那么的爱你 就像当时的梁旭文一样 她愿意为了你付出一切 她将真心捧在你的面前 求你看一眼 你只需要看一眼 她就会很开心 你不觉得这太离奇了吗 你康书夏何德何能 一生拥有两个这样爱你的男人 有一个梁旭文出现 就已经够不容易了 你居然还敢奢望着 再出现一个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呢 你胡说八道 康书夏崩溃极了 看她这样 我却觉得可真好笑呀 康书夏现在的模样可真美丽 我再次开口 康书夏 你就是一个贱人 我从来从来没有爱过你 我所做的一切只是 想要惩罚你 只是想要让你试一试你 曾经做下的那些孽霸了 有时候不痛在自己身上 她是不会意识到问题的 就是得让她自己试一试 她才会明白 她都做错了什么 你居然敢骗我 我要杀了你 康书夏崩溃过后 很快又恢复了平常那副模样 她歇斯底里地扑了过来 对我的杀意丝毫不加厌恃 是的 她想杀了我 如今的她 已经不会像五年前那样 见到有人死在自己面前 就崩溃哭嚎害怕了 现在的她 掌握了生杀大权 她也开始像以前那些人一样 随随便便喊打喊杀 可我在她的身边 这近一年的时间 难道我什么都不做 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她嚣张吗 怎么会 我一把扯过康书夏的手 将她反压在了桌子上 警笛声响起 警察破门而入 我凑近康书夏 你没想到吧 在你以为你 和我谈恋爱的这段时间 在你对我不设防的这段时间 你做的那些脏事 已经被我收集了起来 在你为我切蛋糕 和我庆祝生日 准备跟我求婚的时候 我报了警 康书夏眼中的光一点点熄灭 这是她最爱我的时候 她想和我有一个家 或许在她看来 一切都会过去的 那个叫梁绪文的男人 梁绪文的生 梁绪文的死 梁绪文的爱 梁绪文的恨 已经全部消失翻篇了 现在的她 已经可以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了 可以开始爱别的男人 甚至可以和别人组成一个家庭 我却要在这时 以最残忍的方式 在最不应该的时间 简单利索地告诉康书夏 这一切都是假的 这一切过不去 所以到了 她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的时候了 我笑得残忍 今天也不是我的生日 我接近你用的身份是假的 而康书夏的那位大佬 真正意义上杀了哥哥的男人 他也会和康书夏在监狱里面相遇 这件事情 不是我一个人做成的 是无数个如我这样 身负血海深仇 被他们这些人 伤害过的人一起做成的 五年 近六年的时间 我终于做成了这件事情 我终于敢去梁绪文的墓前 我终于敢告诉他 你安息吧 我也终于可以 不用生活在暗处 顶着假名字 无法光明正大的活着 大仇已报 往后日子自始一切顺遂 最后康书夏还不死心 歇斯底里地喊我 樊子杨 难道你真的没有爱我吗 我怎么会爱你 从始至终我只想报仇 我一直知道 我是在演戏 真正爱你的人只有一个 他叫梁绪文 他已经死了 此后出现在你身边的人 都不会是真的爱你 康书夏似乎绝望极了 他大声喊着 从前我是真的喜欢梁绪文 现在 我也是真的喜欢你啊 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 错了就是错了